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秋風在外面探索了一整天 太陽要下山了欸 一整天都在外面探索 挖到了那個八個鐵 就一整天八個鐵 不過我找到一個箱子 箱子裡面有裝很多東西 這個木桶啦不是箱子 我找到一個木桶 打開裡面有鐵軌有這些 就很像獎勵箱欸 金蘋果欸 哇 而且還看到一個生怪箱 嗯 好啦先不要管他 我們先回家好了 我家怎麼被埋成這樣啊 我找到了八個鐵 我在想啊 那些墜落物在下面插火把 火把碰到墜落物的時候 那個應該說墜落物碰到火把的時候 欸等等 等一下怎麼會跑怪進來 太快張了 太太太誇張了你 先把這裡堵起來 為什麼這裡會有怪 這裡不是我家嗎 太暗了我家太暗了 我想說那個墜落物碰到火把 那它就會變成物品 那我在下面放一個漏斗 就直接被漏斗吸收 這是不是就變成自動化 收集物品了 是不是 這樣好像很不賴對不對 欸 欸 我把東西先 找到的東西先放進去 欸我快要死了 我直接把這些金蘋果吃下去好了 快嗝屁了有沒有 馬上就吃下去了 現在吃現在爽 我把下面這一個箱子清空 回收 然後多做一個木桶 木桶 多做一個 放在這裡 這兩個木桶應該不會連結吧 不會不會 反正我的東西這麼雜亂 就把它分的 分的細碎一點好了 然後燒出來的 燒出來的物品 八個鐵錠 做成漏斗 漏斗 有囉 漏斗 有囉 好不好 太好了 然後我在 在這裡 這裡應該會有 那個方塊會一直垂落 我在這邊插一根火把 然後在火把 下方 放一個漏斗 這樣子 應該就可以收集到物品吧 欸等一下我跳不上去 這個裝置太白癡了 應該再高一格了 這個裝置太白癡了 高兩格給你啦 繞斗 這樣子應該可以 會有東西吧 是不是要多做一點 全方位採集 我感覺 我的世界到了新的紀元了欸 上一集呢 我說要在家裡開闢一個蘑菇田嘛 對不對 我現在就來開闢好不好 那個 目標蘑菇田就在這邊 然後開闢出去 這裡要開始挖山挖 挖坑洞了 這個 無序的世界 整個都沒有 沒有規則欸 這個亂糟糟的 那個強迫症患者應該 很不喜歡這張地圖啊 對不對 有空我應該要把我家 整理得漂漂亮亮 讓大家看得也舒服 我也開心 秋風開闢出一間 小房間了 在這裡種蘑菇 這樣子 蘑菇會蔓延出來 我們以後就有蘑菇湯可以喝了嘛 有看到蘑菇長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繼續採收 天好像亮了喔 天亮了喔 天亮了 我先把我身上的 雜七雜八的東西先收好 出去繼續的探索世界 我看一下我的肉斗有沒有幫我 拿到東西 欸沒有欸 竟然沒有 這不可能吧 欸 我以為我的 我的這個 萬無一絲欸 是沒有 沒有噴東西進去還是沒有 欸 欸沒有欸 這個 這上面都沒有掉欸 這裡這麼多 旁邊都沒有 看來這個效率不夠高欸 畢竟只有 我是50x50嘛 然後 2500% 中獎機率 所以 中獎機率不是太高啊 我應該要增加我的中獎機率的 哇欸 欸 又下雨了啦 又下雨了 這個世界 幹嘛常常下雨啊 那個 大太陽不好嗎 大太陽很好啊 我很喜歡啊 我很喜歡他就不給我 就是要跟我唱版掉 我在想是不是 作者知道我們會用這一招 所以有插火板的地方 他就不會掉落方塊啊 如果 那我把所有火把都插滿滿 那是不是就不會掉落方塊了 欸 這個問題 嗯 好像很好 這個是什麼東西 梅果蟲嗎 那我是不是應該保護一下這個 梅果蟲 讓他不要被方塊壓到 梅果蟲欸 好像不賴欸 欸我看到鑽石了 又鑽石了各位 鑽石 鑽石 鑽石在我家屋頂上欸 挖一下挖一下 喔 有鑽石了 太感動了 一顆 要拿到一個鑽石鎬 還要再等 等兩次欸 一顆這麼不容易 還要等兩次 為了證明火把的上面 到底會不會生怪 我先開辟出一個平台 在上面 插滿火把 這樣就可以更確定 他到底會不會生怪了嘛 欸這裡有梅果蟲欸 我不想打掉梅果蟲 梅果在我的細心照料之下 好像長了欸 有欸 有梅果吃了 哇吃甜美欸 喔唷 感覺好吃欸 這算是種甜美嗎 這算是我們在種甜美了嗎 好啦不管了啦 我們積極繼續打造這個平台 先喝一碗蘑菇湯好了 我快不行了 我快撐不住了 那個血又在抖了 那個為什麼會抖 就是因為我一直被 天上掉下來的方塊打到 所以好痛喔 抖成這樣 你們在幹嘛 恢復一點血好不好 我這邊再挖掉一格 然後來種 種甘蔗 那個在之前在木桶裡面 我也拿到了一個甘蔗 種在這裡 很好 再看一次我的這個 箱子到底有沒有收穫 欸有欸 一個歷史 所以 真的會掉到箱子裡嗎 欸 欸 一個歷史欸 是有收穫的欸 唉唷唉唷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擴大 擴大這個我的想法對不對 我大膽的想法 欸 欸 我被墜落下來的方塊壓扁了 欸 嚇壞 欸 欸 怎麼會這樣啊 怎麼會這樣 這樣子 我要怎麼回家啊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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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可以回家 喔唷喔唷喔唷 什麼鬼東西啦 欸 我在家裡 處理事情 就被壓死了 所以 表示 表示說 那個 插火把的 方塊還是會墜落 可是墜落之後 會產生方塊嗎 不知道欸 我先把這上面的一些 都挖掉好了 忽然出現 嚇死我 欸欸欸欸 欸真的欸 砸下來之後 其實不是 沒有那個欸 沒有任何方塊欸 哇 欸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 這樣子 這個根本沒有用 啊 我的 偷吃布的做法 被那個作者看出來了 沒有辦法 不能用啦 各位 欸 既然不能用 那我就把這個 回收好了 對啊 都不能用 不知道 做這個幹什麼的 真是辛苦 太可惡了 居然不能用 我不然以為 我的想法很 很完美的 被破解了 哇 自從 不可行之後 我覺得人生 頓時失去目標了 我努力的價值 到底在哪裡 偷吃布的價值 被破壞了 怎麼會這樣 我本來以為很完美的 完美 偷吃布都沒了 氣死我了 蘑菇有沒有長 沒有 這些沒有用的蘑菇 我再把你們多挖一層好了 氣死我了 所以我應該要保障 這邊 和平一點 欸 欸欸欸欸 應該不是插火把 應該是墊方塊這樣 繼續讓他們在上面疊方塊 因為這樣也才會有資源 呃 反正到上面的資源 我也不能利用嘛 沒有利用都沒有用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沒有用真可惜 而且我現在有一株 甜莓有沒有 我就靠著吃這個 甜莓肚子 我們還是一樣 出去看看好了 如果有 呃生物 我們應該要保護他對不對 友善生物 應該要好好保護他 不要讓他受到 受到 受到侵擾 欸前面有一顆鑽石了欸 欸真的 隨著 隨著那個方塊 越掉落越多 鑽石的比率其實 OK的欸 兩顆了 兩顆了 欸欸欸欸 是鸚鵡啦 我發現鸚鵡了 欸咻欸咻 保護一下保護一下 鸚鵡鵡 哇找到一隻鸚鵡 那個 要怎麼 要怎麼帶回家啊 要怎麼帶回家啊 嗯 鸚鵡要吃什麼 吃 吃種子 欸你飛走了 我 你飛走很危險啊 那個 我應該要先用玻璃 玻璃把他圍起來 以免他被分 方塊砸死 可愛的鸚鵡 我幫你圍起來 讓你不要受到 方塊墜落的影響 這樣子 好不好 先圍起來 這樣應該比較 他就不會死了對不對 不會被壓死 我最怕的就是他被壓死 其他的都還好 應該 除此之外 應該沒有什麼 值得擔憂的了 現在的 我就來多做一點 桶子好了 用桶子去幫那個 各個東西分類一下 譬如說什麼 石頭 木頭 全部都分好類 不然 不然真的 太亂了對不對 太亂沒有辦法做事啊 我一一分類了 分別有 泥土 石頭 石頭包含砂子 礫石喔 然後木材 這個應該算是 金屬吃的喝的用的物品類對不對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是 雜物類 不常用物品 這個算不常用嗎 好不管啦 反正就這樣放啦 大致區分了一下 那紅石 紅石也放在這好了 這樣子應該 很完美了 這樣可以 好好的 享受一下 享受 這個名詞一定用錯了 好好的繼續生存下去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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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喝 我懂得走了 對 可以 by bwd6